朝天礁从种种苗开始计算 两个斗月已经结始累累了 这一集特别强调碱汁 其余的部分简要叙事 碱汁就是要让肥份可以充分利用 通风采光比较好 也比较不容易得病虫害 这样果实会长得特别好 这是种下24天的情形 侧芽很多了 一般从分岔处的底下 侧芽都把它剪掉 老叶也剪掉 杂草也要拔掉 这是剪好之后分岔田底下的情形 剪汁要剪几次呢 侧芽又生出来的时候就要剪了 朝天礁是往上涨的 果实的重量在上方 所以每一颗都有一根有弹性的铁条 做支撑 防止它被风吹倒下来 已经两个多月了 已经结死累累了 还是有侧芽就要修剪 有杂草就要拔 让肥芽集中在果实的 饱满 往上 朝天礁的花很漂亮 微微的向下 但是结果之后 却往上涨果实 所以叫做朝天礁 它是很辣的 我们做香蕉皮肥的时候 也给它吃一些 油炒木肥的时候 也给它吃一点 让有机脂肥分多一点 对辣椒的成长有益处 随时抹测芽 随时拔草 一个月追回一次 磷甲肥要坚固 有中和微量元素的肥料 着量使用 这样的照顾就很招全了 再过一两星期 辣椒就会转缝 就可以陆细采收来使用 或者做辣椒酱 分享致辞 谢谢